F-35升级再推迟 美国军工项目拉垮 五角大楼烟撑 有这种水平还怎么遏制中国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浩蓝观点》 美国军工产能打掉拉垮成这样了呢 近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在今年的里根国防论坛上 五角大楼和洛克希德军工企业遭到秩序 F-35战机技术更新三升级 为何一再推验 这将影响F-35比洛克斯的批次升级 据悉 F-35曾预计在今年4月接触升级 但这一期限已经被两度推迟 五角大楼和洛克希德公司表示 可能还要再推迟一年 如今 F-35比洛克斯已经厚延到2029年交付了 美军信心念念的F-35变循环发动机 已经确定无法装配了 代替的F-135ECU发动机 还要面临着改进散热和供电问题 电而解决F-35的核心毛病 无法持续长久电行只能电行超音速飞行 然而呢 问题就出在这儿 F-135ECU卡在开发设计上了 一步也不能动它 根本就是遥遥无期 子替探究大就会发现 近年来 美国各项军工项目基本上就没有按时完成 海军陆军空军各有各的拉扎 都是一二再再而三的推演 但说大话的本事却是愈而俱增 现在整个华丽的很像回事的PPT 再把国会的大老爷们手中经费 哄过来再说 能不能完成可就不是他说了啥 和印度呢 争当歇兴 给世界增添了不少乐的 先说陆军 陆军高潮硬速导弹下午暗英 试射三度延期 发射方这瓶颈迟迟无法突破 有这种水平 还一天到晚的叫小着要拿取应对中国 大次宣扬 暗英讲是制约解放军的关键因素 再说海军 海军的格里比亚级战略核天艇 根本就看不见出路 生产电程推迟也就罢了 数量呢还大幅作试 数量减少 勉强能忍 还不能保证质量和功能 就这样还怪美军推得太急了 都是美军的错 这不得不感叹 五角大楼对这些军工企业可真是宽容啊 最后再说空军 空军呢更是拉宽 各种顶配战机频繁进击出事 F35战机零部架去中国化的电程一拖再拖 进展呢几乎为零 这就不得不说一下美国为应对中国制裁而进行的供应链摸底了 美国这次排查呢不查不知道 一查呢吓了一跳 重要零件多是中国制造也就算了 竟然还被飞机制造商这个二道贩子赚了第一波的巨额差价 同时呢又被美国国防采购部这个三道贩子赚得是盆满波影 拔出萝卜再出营 越扯呢越来越大 相关人员指点都不敢查了 最后呢只能让美军默默脱血承受 另外 为能各执中国对付解放军的第二零 美国答应给台湾的F16V升级计划 也都一再推迟 直到最近呢才完成 而F3V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些 主要是基载武器系统在脱后腿 甚至呢还没完成开发 更为夸张的是 美国洛克希特公司探取台湾的负责人 都不熟悉F16的整体架构 甚至还需要边学习边改革 这一波又一波让人窒息的操作 将来是美国这个曾经是头号 军功强火干出来了 更加非所思的是 这些还只是美国拉垮军功的冰山一角 简直让人梦亏印度 如此状态下的美国 先别想着给中国硬碰硬较劲了 还是赶紧想想如何挽救自己吧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在这里 优先 kole 感谢观看